中文字幕 李宗盛 网路剧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蛮大的角色 网路剧也是第一次我当男主角 然后网路剧你是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女生是有反感的 所以他一开始是喜欢的女生 给演那个 沈建宏 Chris 对我跟他一起 剧情的发展的重点大概就是 后来他解开了对妈妈的误会之后 就爱上妈妈 这会太警犯了 会 那如果GIP是这样的话 而且宋审可能会不通过 我可能没办法解 第一次写的词被收录在专辑里 对 作曲的是 对是我的偶像 就是 很开心 你把这个hold come给你就对了 对他们觉得对我不错 我想要我做一点回馈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 放手去爱 好 回想每个有你的片段 有些话逐渐变得明白 这次 不放手 不啰嗦 在一起好吗 我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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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傳期然後加上我在準備我626有個演唱會 對 所以時間其實蠻緊迫的 了解 睡眠不太夠 對 蠻就是蠻少休息的 演唱會和大家說一下 626就是MTV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是那天會有五組的藝人 但是因為不是那種可能表演三首歌 像我的時間長度大概其實還是有將近一個小時 是 對 所以 其實還是蠻多東西需要準備的 那那天626是在ATT Showbox 就樓上 然後晚上七點開始 對 希望大家有空的話可以來欣賞一下 好 其實在準備新的這一張 迷你專輯前好像也在忙著拍戲嘛對不對 對 就是 因為離第一張其實大概將近兩年 那其實這兩 這兩年的時間主要的時間 對 幾乎都在拍戲 對 因為拍戲需要 真的是需要比較多時間 對 大概接了哪一些 我第一部是 也是我自己的第一部戲劇 是三立的 料理高校生 對 然後 料理高校生完之後呢 是先拍了那個 網路 內地的網路劇 叫我喜歡你 你知道嗎 是 對 然後因為料理高校生其實就 拍了將近 八個月 對 其實就已經 去掉蠻多的時間 你在裡面需要做菜嗎 會 會 會演一些 但如果真的是很厲害的刀工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還是替身 對 那個我們做不到 然後網路劇你是演什麼樣的角色 網路劇對我來說是一個 挑戰蠻大的角色 網路劇也是第一次我當男主角 那 這個男生如果 就是 簡單講重點的話 他是一個 因為成長環境 誤會自己媽媽 所以他 對女生是有反感 所以他一開始是喜歡男生 對 所以他剛剛好 出國留學的時候 又跟一個男的 非常非常 close 就是他的室友 所以其實他們一開始算是一個情侶 對 所以 那誰演那個 沈建宏 Chris 對 我跟他一起 是 對 然後 然後 劇情的發展呢 中間很多細節 但重點大概就是 後來他 解開了對媽媽的誤會之後 就愛上了媽媽 呃 哇塞 這會太警報了 會 那如果GIP是這樣的話 而且送繩可能會不通過 我可能沒辦法接 就是解開了誤會之後呢 就是他愛上女主角 意思是這樣 對 那可憐的沈建宏呢 呃 就是 沈建宏在裡面就是一個超級大男男 他沒有誤會吧 對 沈建宏的角色就是本身就是 本來就喜歡男生 是是 對對對 所以他就默默的退出 呃 就是 甚至還跟 你的女朋友就 成為好友 沒有 沒有到這樣 因為最後的結局其實 是留給觀眾想像空間 對 所以沒有真的很明確講 但他在裡面的 就是我這個伴侶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 超級大男男 是 然後你這種孤僻搞怪的 對 然後因為 有點負面思考的 呃 就是有蠻多仇善感的 是 對 所以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一方面是 我沒演過這樣的角色 其實這個角 這樣的角色本來難度就是不低的 那 再加上因為他其實 我的個性不是 我不是很愛哭的人 哦 對 我不是一個很容易這樣 弱淚的 情緒的人 那 可是這個角色 需要 是 是這樣的人 那怎麼辦 所以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超緊張 因為 我覺得用人工累積很不OK啊 會被導演罵嗎 說怎麼 就等了你很久都哭不出來 我當初 緊張就 有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一定是 對啊 那 可是因為 我們的導演是陳榮輝導演 就是他也是 像他之前導的是那個 愛上哥們 那一部 對 那 導演真的是 我雖然還沒有遇過很多導演 導演 應該算是我遇到 就是脾氣最好的導演吧 就是 他 導演好像根本不會生氣的一個人 就是脾氣好到不行 然後 對我非常非常有耐心 就是 我就是個菜鳥啊 那我本來 就覺得自己很怕會拖累 劇組的進度 但 導演就是真的對我非常有耐心 而且 所以你還是拖累了 喔沒有 可是這個我還是想講一下 就是 雖然那時候我很緊張 因為 那時候大概 哭滿多場了 但有三場很重要 因為那三場是 一個是 大概只掉眼淚 但是不會有太大的情緒 是 然後另外一場是 情緒比較多一點的 就是已經算是哭滿多的 那另外一場是崩潰的那種 因為 最後一場是我跪在媽媽的墳前 哇 親愛的很八點檔 對啊 有情緒 然後又有層次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我就 嗯 媽媽有從 那裡面化為蝴蝶 就是 飛出來嗎 沒有 也沒有 媽媽就是一開始就在劇中就 已經早就已經過世了 對對對 了解 對 所以 可是我在那 像我那天在準備那場戲的時候 我就 很悲創 整個早上我都沒有講話 那時候整個劇組就覺得我很奇怪 想說整個我心情不好 因為我平常是一個蠻活潑的 被哈拉這樣 對對對 然後 我們經紀人還要跟一個一個解釋 說不好意思沒有 他在準備 他在培養情緒 對 然後 很開心的是那天 就是 呃 我在演的時候 沒有什麼阻礙 是 很順利的 就這樣 一哭哭了個半小時 然後後來 也停不下來 對 哇 是真的是 只思考這個劇情 還是有要帶入別的 個人經驗 原本我是希望自己 可能想要用一些方法來投射 對 可是那時候導演特別 有教我 然後也跟我講說 他覺得 有很多 厲害的演員 其實當然他們哭不出來的時候 可以用一些方法哭 對 就像是自己的親人 或什麼有的沒的 好像專業的技能一樣 可是他說 其實有沒有真的在劇情裡面 那個情緒是不是對的 其實他說人都感受得到 不是你掉眼淚就代表你這場戲是好的 對 所以那時候 我就沒有多想什麼 我就真的就是照著自己的劇本走 那 我覺得就是很專注的時候 其實自然而然 一定 如果我媽媽不在了 我應該會崩潰吧 所以那時候 想到 其實就跟著劇情走 我也就 情緒就沒辦法控制 太好了 對 所以 學到很多 然後也很開心 對 所以這些技巧有用在歌唱上嗎 我覺得第二張 回來再回來 歌手的身份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這兩年 在戲劇累積的東西 對我幫助很大 對 而且我覺得這次的歌型 也蠻適合你的 聽起來都很順啊 就感覺很像那個 我覺得 自己 不敢說有進步多少 但我覺得至少自己 變得比較像自己 然後比較自然 因為 我覺得第一張 可能當然很多東西 需要適應一下 就是不管是進錄音室 還是 就是 什麼東西可能都會有點 畏畏縮縮縮的 因為不習慣 第二張 可能一方面你是 比較習慣了 然後也比較有信心了 所以可以 感覺是真的連唱歌都做自己 這樣 了解 我們現在可以現場先聽 一首嗎 好 先聽什麼呢 不放手 不放手 這個就是你演的這齣戲嗎 對對對 網路偶像劇 我喜歡你你知道嗎 對 他有搭載他的片尾曲 這樣 了解 那片頭曲是誰唱 片頭曲是一個 內地歌手的 的歌 對 OK 好 那我們聽一聽好不好 不放手 好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告訴我這都還能挽救 讓我們重新相擁 我不放手 卻不放手 難道愛變成了一種奢求 告訴我還能是 朋友 這個是以誰的角色來講這些話 就是你演的嗎 還是其實是暖男還是誰 有點算是對自己感情上的解釋 對 就是 但當然這首歌 如果是對我這個人的話 就是 因為這張專輯其實 第一張我覺得是介紹我自己 這個人 但第二張我想要達到的目的 是讓大家真的更了解我 就是 比較內心 比較個性這方面的層面 對 那不放手這首歌 像 歌詞在寫 還有曲名叫不放手 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這個人的個性是比較 有時候對一些事情很堅持 可能摸羨座 我有時候很固執 對 那 我的確對我堅持跟喜歡的事情 我的態度真的就是 我不會放手 這樣 對 所以這首歌也是 其實是針對我自己的個性 了解 對 可是不放手有時候也會吃到苦頭對不對 對 就是真的油好油壞 有時候太堅持不是一件好事 那這是我一直在學習的 但有時候個性 就是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經驗跟 歷練 對 我會繼續好好努力學習 那你是吃軟 還是吃硬型的 如果真的要讓你稍微修正或妥協 是要吃軟還是吃硬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爸媽有時候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像他們在對付我 我也可能軟硬兼施吧 對 就是 可能要看情況 對 那 那工作上呢 工作上嗎 呃 其實我現在的確在工作上 就是越來越有你的想法跟 東西 但是譬如說我在跟我老闆溝通的時候 但因為我們太熟了啦 我從十五十六歲跟他到現在 對我們比較不像真的好像只是工作關係 對我們 就是我們是可以吵架的那種 對 就是吵架我們也不會 就是不傷感情 就是有點像家人這樣子 對所以 但是如果今天 因為其實我老闆也是一個蠻堅持的 有時候 但是我們都還是會互相聽對方的意見 所以今天如果他很堅持的時候 基本上我一定還是會聽他 然後就是我會尊重他的意見 對因為公司可能還是有公司的想法 對 或那時候的判斷 對不對 或者就算說 有點風險還是要試一下的 他還是會叫你去試試看 對 而且畢竟我年紀還輕嘛 所以就是 我的經驗一定沒有太多的 所以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了解 所以這個男男戀當初你剛開始聽到的時候 是新娘同意呢 還是有抗拒呢 還是其實很抗拒 呃 其實拿到劇本看一看的時候 沒有抗拒 可是只有心裡想說在 就是第一個想法閃過去了 就是想說我如果 我能演嗎 對我會嗎 我可以嗎 對 怕的是演不好 是 因為 因為 我覺得因為我沒有這個經驗嘛 那 我就得必須去做很多功課 就像我那時候看很多劇 然後也去翻一些 可能是 這種類型的人寫的書 我覺得要多了解一下 因為畢竟我不是他們 那可是我覺得是需要了解別人 真的很多內心的東西才能去揣摩 對 所以我就是盡全力 做功課然後試試看 那你會跟沈天宏討論嗎 會啊 重點是我們兩個後來感情非常好 所以 以前不熟 以前我們沒有很熟 都是打過招呼而已 對 就是某些場合遇到打招呼 對 後來我們就是好到不行了 沒什麼問題 所以演起來還蠻自然 對 有 到什麼尺度 到什麼尺度 其實沒有到太誇張 因為好像本來有要誇張一點 但是好像說 如果太誇張的話應該上不了 對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 就是導演還是把它剪低了 因為 多拍了如果到時候上不了 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 對 我們大概後來播出最大的可能就是 譬如說 牽手 上半身全裸 那他可能在幫我按摩啊 油推啊 這類的 對 我們有這種很親密的動作 還是有的 對 是你拖 他沒拖 我拖 他也有拖啊 他有拖 但 我們沒有兩個同一場一起拖過 就是像按摩那一場是我拖 他沒拖 對對對 沒有床系之類的 這個有的話 好像基本上不太可能上 了解了解 因為前一陣子才有一些事件才剛發生 對對對 好我們再聽第二首歌 是這張新專輯裡面的 好 這一次其實有快歌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像不放手 雖然聽起來 我覺得 應該一般人不會覺得這首歌可以跳舞 但其實像這首歌 我們還是有舞蹈在裡面 你有編舞 對對對 我們這首歌還是有舞蹈 了解 但我現在沒有要聽快歌 好 我要再聽一首慢歌 這慢歌跟你有關嗎 這個慢歌 放手去愛 哦 有 這個關係就跟我 跟我可大 哈哈哈哈 那是你寫的 對 就是 是我第一次 不是我自己第一次寫詞 應該是說我第一次寫的詞 被收錄在專輯裡 哦 對 而且 作曲的是 對 是我的偶像 JJ 很開心 就是 終於有 第一次的機會可以有跟他算是 間接的合作到 所以是怎麼樣 是你搶過來的 還是 其實也沒有 就是收歌的時候 聽這首 然後 覺得蠻好的 那當然 一方面也是 知道是JJ寫的曲 對啊 所以 當然那時候聽到就很開心 覺得這首是可以拿來唱的 那 那跟你要不要寫詞有什麼關係 呃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好像就是唱片公司 跟我老闆就是 故意的吧 故意 哦 就把這個 豐康給你就對了 對 他們覺得 哦 不錯 收到一首林俊傑的歌 那覺得 好像我應該做點什麼 哦 對 這樣比較利於宣傳 對不對 呃 他們可能 我不知道他們想法是這樣 還是就是 覺得好像 讓他們覺得他對我不錯 想要我做一點回饋 那當然 可是其實 有這個機會也很好 當然 當然 一言之間互相合作 其實也是亮點 對啊 然後 像在寫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自己 所以你是填詞嘛 對 一開始 有點 因為沒有方向 就是他們只告訴我要自己寫詞 但是沒有給我一個主題 那你以前不是寫過嗎 對啊 可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首歌那到底是要寫親情 還是寫友情 隨便啊 對不對 那 我覺得隨便的時候是最難的 沒錯 對 那 所以那時候我的 我剛好在拍 你不這樣做自己嗎 剛好可以好好想想你想寫什麼 但也不能太 好摩羯座 那時候我剛好在拍 所以你需要被order就對了 我有時候需要 你剛好在拍 對 那時候我剛好在拍 料理高校生 然後正要寫這個詞 所以那時候我本來沒有方向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就想到 那我就以我的角色 去寫這首歌 所以這首歌其實算是 我以我的在料理高校生 當中這個角色寫給他喜歡的女生 哦 對對對 所以 其實是我的角色寫的 欸挺好的 對 雖然沒有去用去那個距離 對對對 但也成就了這一張片子 對就是也讓我 至少讓我得到很多靈感的啟發 那你知道JJ後來滿意嗎 還是你還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 希望之後再遇到他的時候 你可以問他一下 但是可能也不好意思問 這麼害羞 我們現在來聽一下 放手屈愛 好 謝謝你沒等的不耐煩 體諒我領悟的比較慢 終於該勇敢 還好沒猜完 總算決定什麼才是愛 回想每個有你的片段 有些話逐漸變的明白 這次不放手 不囉嗦 在一起好嗎 其實有歌不太好唱欸 就是很多轉音的東西 對 然後像這首歌其實 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主歌進到副歌的時候 他還轉調 喔 對 就是很 其實還蠻JJ風格的一首歌 他常常做這種事 好聽 聽一首歌其實也有一個搭配 對不對 最後 三立華劇 其實有三首 就是有一首是片頭曲 另外兩首是當中的插曲 對 那個和你 你就有唱嗎沒有演嗎 沒有沒有 對 那時候 呃 這部劇要拍的時候 我還在拍掉李高小生 是 對 這首歌 這首歌歌名很特別 好像跟其他的情歌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對 要不解釋一下 怕笑聲的人 什麼意思呢 怕笑聲的人 他歌詞其實就是 其實應該說取名取得比較特別 而且我覺得 因為 易嘉楊老師感覺都 喜歡寫這種意境很深的歌 對 所以 這首歌應該算情歌裡面 我比較 花比較多時間去揣摩 因為我覺得 不是說他難不難唱 可是這個歌詞我覺得是需要 有點深 對 是需要自己去了解的 覺得自己經驗沒有這麼多 那 老師寫詞當然非常非常的棒 對 因為 就是大家可以仔細去看一下 嗯 對 但是 那時候其實自己要唱的時候 就是怕說自己 對歌詞理解不夠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拿到的時候 跟很多人討論 所以這個到底在寫什麼 就是 其實 還是一首情歌 然後 也是 其實還是偏失戀的那種 對 只是說 怕笑聲的人 他好像用這個 就是裡面有這一句 意思是說 好像失戀的時候 好像 就是 自己很孤單很孤僻 對 然後對 好像想要與世隔絕 是 對 別人在歡樂的時候 聽到自己好像會有點 有點 反感或是什麼 對 你有這種經驗嗎 呃 我沒有到這麼悲觀 我覺得這還蠻悲觀 哈哈哈哈 還是沒有失戀的經驗 有有有有 當然有有有 絕對有 可是 失戀的時候就不會那麼 那麼躲起來 對 就是 雖然難過這些情緒 我一定也都有過 但是 我覺得好像到這樣 算是蠻 蠻悲觀的 喔 不過說不定也是一陣子啊 有可能啊 太傷心可能 可是 其實我覺得好像大部分時間過了 基本上 那你要過多久 我嗎 對 你的下午期通常是多久 兩天 沒有沒有沒有也沒有這麼快 哈哈哈哈 我以為你這麼爽朗呢 就是 這麼容易放下 失戀的話 應該也要一個月吧 一個月 對 就是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去 認識別人 不是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去放下 我不太是那種 立刻 立刻 抓一個伏木 對對對 我不太 我的個性好像不太能這樣 那也可能不是很公平吧 對不對 就好一點利用 另外一個人 對 我覺得這樣有時候心態上 因為想 有時候要反過來想 如果你知道對方是這樣的人 然後結果後來 除非是真的很剛好 除非真的剛好 如果是那種刻意的 為了轉移而轉移 就不太好 我覺得那個就真的不太好 我覺得有一些人 真的會這樣 真的嗎 但我覺得建議是不要這樣 不然我覺得其實 對對方其實是一件不太公平的事 那你覺得是男生比較容易這樣 還是女生比較容易這樣 我覺得 在你你身邊的 我覺得都會 你覺得都會啊 但我覺得男生機率大一點 為何 女生感覺比較容易沉浸在 失戀的 悲傷之中 悲傷之中 男生呢 男生好像 比較肉癒 會假裝不悲傷 然後就想要 我懂了 想要感到她衣服很正常 對 一副想要 我還是可以常常出去玩 這樣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 可能就想要找個 這種 想要轉移的 是是是 對 就亂把妹就對了 對 我覺得男生比較容易 有時候會有這種心態 好 那我們還是讓他們好好沉浸一下好了 至少要熬過一個月 對 覺得大家都要好好 好好 敬一下 今天很高興訪問重回歌壇 也不過700多個日子 小樂 吳思賢 帶來他的新作品 叫做做迷藏 要注意健康喔 好 好不好 好喔 之後忙完好好休息一下 謝謝小樂 謝謝樂文哥 謝謝 如果你只是怕寂寞